这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飓风灾难之一 至少2300人因此丧生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美元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 天灾发生后 最可怕的其实并不是灾难本身 看完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影片 可能会颠覆不少人的认知 2005年8月29日凌晨 多家电视台报道 5级飓风卡特尼娜即将到来 请沿岸城市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位于奥尔良市的中心医院 此时无疑是最繁忙的 他们不但要确保灾难期间病人的安危 还得化身临时避难所 收留周边的非本地居民 许多原本在休假的医务人员被紧急召回 其中就包括女主安娜 她是一个重要科室的负责人 刚刚换上工作服 就被叫去参加紧急会议 医院各部门的骨盖已经齐聚在办公室 临时总指挥苏珊 再次确认了大家的工作指责 她前后经历了不少大型飓风灾难 现在看上去还算轻松 只要大家各司其职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这时候有人提出问题 为什么要把空调开得这么低 很多病人有些受不了 苏珊解释说 飓风来临后城市大概率会停电 医院的备用发电机无法让空调运转 到时候这里会热得像个蒸笼 虽然大家看上去轻松 可他们心中还是难免有些担忧 这可是近年来最大的一次飓风 安娜忍不住打给老公求安慰 对方因为要守家 不能过来陪她 其实不仅仅是工作人员 留在医院的病人以及避难的普通市民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份牵挂 谁都希望灾难尽快过去 可以等到和亲人重逢的那一天 此时整个城市已经乌云密布 雷声大作 雨水伴随着强风侵吻而下 工作人员顶着暴雨 在不远处立下水位标牌 总指挥苏珊清楚 医院的房体结构 肯定能够扛住这场大风 唯一担心的情况就是淹水 因为发电设备就在一层 如果医院失去电力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还特意去查询了医院的应急备案手册 上面记载了各种灾难的处理措施 唯独缺少淹水撤离的情况 没过多久 卡特尼娜飓风终于抵达新奥尔梁市 每小时220公里的风速 让雨水变成锋利的坚韧 仿佛要消去陆地上所有扑起的建筑 飓风带来的强降雨量 让城市的排水系统超出负荷 街道迅速被雨水淹没 就连医院的天花板都开始渗水 维修负责人说可能是强风吹进来的雨水 在大自然的可怕威力前 人类显得无比渺小 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中默默祈祷 可怕的飓风能够快点过去 还有人通过电话 在亲人身上找寻安慰和勇气 可惜还没说几句话 电话信号就中断了 这时候维修主管跑过来汇报 外面的积水已经超过0.3米了 如果持续涨高 大家必须撤离医院 可苏珊此时已想不出撤离的办法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外面的狂风越演越烈 完全没有停息的意思 许多基础建筑都被连根拔起 医院里的众人也越发不安起来 一位老者默默推开房门 步履蹒跚地走到玻璃窗前 看着眼前的漂泊大雨 或想起多年前经历过的水灾 心中瞬间升起不好的预感 这场史上最强巨风的时速 已经高达300公里 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 就连电线也不堪重负 躲在医院避难的人 也跟着躁动起来 只有应急总指挥苏珊 还算淡定地看着窗外 可在下一个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连接医院两栋楼之间的步道 此时已经千疮百孔 犹如狂风中的一夜不周 随时都有趴掉的可能 苏珊得知情况后 也顾不上被碎片割破的伤口 让安娜赶紧安排过到另一头的人员 转移到有储存物资的这边来 所有医护人员都知道情况危急 离开时还主动带走一位病人 好在撤离工作顺利完成 安娜还有些不放心 主动跑回去确认有没有遗漏 果然在一间病房内 找到一位被吓坏的护士没有撤离 于是连忙拉着对方来到过道 顶着凌冽的墙风 两人终于顺利抵达另一边 与此同时 守在外面的维修负责人发来消息 水深已经超过一米 必须尽快堆起沙堆 防止积水到冠进医院 可即便这样 地下一层还是被水淹没了 苏珊此时忙得不行 要负责人组织所有工作人员 去地下室转运物资 万一这些东西被淹了 大家都得完蛋 同时他又安排人员 去收散一楼的避难者前往二楼 就在苏珊准备松口气时 所有灯光忽然开始闪烁 接着便陷入一片黑暗 整座城市断电了 让人无比庆幸的是 飓风虽然造成了巨大破坏 可他来得快去得也快 医院并未出现任何伤亡 所有人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尽情放纵着劫后余生的喜悦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 此时医院的众人 还在修复飓风造成的破坏 一切都在苏珊的指挥下有序进行 可有人提出疑虑 为什么外面的水位没有下降 维修主管解释说 只能等待城市的管道系统恢复了 同时还有电力和通讯系统 也只能官方进行修复 苏珊担忧地表示 接下来就是抵抗高温的工作了 一定要叮嘱大家都喝水 可他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整座城市一直处于水焰状态 几乎所有店铺都关门歇业 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大展手脚 强行叫开门锁风抢物资 甚至还有不少人聚集在街头 尽情放纵天在带来的压抑 整个社会秩序正处于崩溃边缘 不仅如此 医院中还流出小道消息 说有位护士被侵犯了 可苏珊派保安打听了一圈 也没找到真正的受害者 应该是别有用心的谣言 当天晚上 医院还接受了一位被刀子刺伤的病患 她因为在家里开庆祝派对 和女儿发生口角 结果意外被捅伤了 许多人不得不放下手中工作 开始给病人紧急救治 这些所知让苏珊感觉到身心俱疲 好在有老母亲不停鼓励 这才让她好受许多 女主安娜此时是最开心的一个 因为老公踩着积水 从家里来到医院看她了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当第二天老公想要带安娜回家时 却被对方拒绝了 因为医院中还有许多灾后工作要完成 老公没办法 只能提着行李回家继续看家护院 不知道这次分别 还能不能等到重逢的那天 医院的维修主管 第一个察觉情况不妙 为什么半天过去了 外面的积水还是停留在0.5米深 这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 一队士兵踩着积水 急匆匆地跑过来通知 让大家赶紧撤离这里 原来有一处堤坝决堤了 因为新阿尔阳市的地理位置偏低 大量海水正在倒灌进来 相信用不了多久 整座城市就会变成一片汪洋 此时绝地口附近的居民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绝望地等待救援 苏珊起初听到这个消息 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觉得又是一个谣言 否则这么大的是为什么没人通知 士兵解释说外面已经乱成一团 而且因为电力和通讯问题 消息根本无法及时传达 苏珊整颗星沉入谷底 医院中的病患加上避难者 差不多有2000多人 想在短时间内撤离 几乎就是痴人数梦 可谁都没想到 倒灌的洪水来得这么快 一大波肉眼可见的洪流 正在迅速蔓延 安娜想要打电话通知老公 可惜半天都无法接通 苏珊知道此事重大 选择第一时间公布消息 可能医院会被淹到四楼以上 那时候断水断电 继续待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必须想办法转移才行 有人提出质疑 那些无法行动的病人怎么办 苏珊说已经联系集团总部 看看能否派遣几架直升机过来 此时官方的救援工作已经展开 只是有限的举措在滔天洪水面前 根本就是飞水车星 许多居民纷纷驾车辆 朝其他城市逃离 医院的维修组 还在不停地加固沙带 想要尽可能的阻止洪水倒灌 防止楼底被烟影响发电设备 否则很多病人都会因此丧命 目前最紧急的事情 就是安排撤离人员的顺序 苏珊觉得第一批应该是严重 依赖供电设备的病患 接着再是普通病人 最后才是工作人员 对于这样的安排 所有管理者都没意义 至于那些在医院的避难者 只能听天由命了 无比幸运的是 维修组在查看医院的停机瓶时 意外遇到一架官方搜救队的直升机 可惜他们只有一个空位 苏珊接到汇报后 当机立断让一位刚刚出生的婴儿先行离开 此时决堤的海水 几乎已经淹没房顶 医院中的工作人员 还在拼命阻挡海水倒灌 可让苏珊无比期待的救援直升机 却再也没出现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集团总部因为价格问题 拒绝了直升飞机救援方案 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官方的搜救队上 不知道苏珊还有什么办法 保住医院上下2000多条人命 以上就是1月5日的第一期内容 这部剧的后续应该是每周一集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